台中街頭上演驚險的警匪追逐 昨天傍晚五點多 當我們遠景執行巡邏勤勿時 看到一名小貨車的駕駛 沒有系上安全帶 也沒有打方向燈 上前攔查 對方拒检加速逃逸 警方立刻追上前 在過程當中 兩度尾捕攔截開了三槍 但還是讓人跑了 警方調閱監視器 逮到61歲的游信嫌犯 他因為遭到通緝 才會心虛逃逸 下車 下車 警方鳴停尾隨右眼前 這輛藍色小貨車停車受檢 不過駕駛拒絕盤查 那警察就跟你來硬的 馬上出手朝著貨車 連開三槍 下車 瞬間槍聲大作 小貨車駕駛猛踩油門 從札縫中撤下逃逸 兩名遠景火速騎車狂追 追到一處砸到 雙方展開 第二回合 下車 小貨車駕駛 簡直吃了雄心爆自膽 這回跟企圖衝撞遠景 警方再開三槍 駕駛停車 沒想到還是讓他突破重圍 事發就在19號傍晚5點多 兩名巡弄遠景發現 正讓小貨車交通違規 左轉沒打方向燈 駕駛還沒吸安全帶 鳴笛上前要攔茶 他去巨檢跑給警察追 兩名遠景尾隨 從平面道路追到快速道路 過程中兩度圍捕攔截 一共開了六槍 最後還是讓小貨車成功脫逃 警方為了抓人 加配人力徹夜 調越沿線監視器 20號中午在北屯一處公寮 帶到人 61歲游行駕駛士切到通氣 逃亡期間四處打零工 前一天向朋友借車 沒想到中途碰上遠景 心虛逃窜 這下除了被解送歸案 不服盤查 還得再吃上一條 妨害共誤罪 借給我們這名台中 參謀